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些突發的事件 就是在今天不太好的事件出現了 新疆有一個7.1級的大地震 幸好地震的地方沒有人 暫時仍然是三個人受傷 不幸之中的大幸 但我們國家亦是非常關注的 出動了一個非常多人的救災隊伍 去確保我們中國人民沒事的 我們稍後會去看看 接著會看一些比較近的事情 就是今早大武山是結冰 最低溫度只有2.4度 幸好沒有人上山 幸好很多時候人們會游冬泳 紅磡都沒有人游泳 他跳到海那一刻 我想他凍到僵都不奇怪 幸好沒有人游泳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杰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今次在凌晨 我們香港凌晨時間 最後 新疆阿蘇克地區的烏十元 地方在凌晨2點09分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黎克特制7.1級的大地震 這個地震造成了很多的房屋倒塌 亦都是有居民受傷 幸好地震的地方 不是說很多人是在那裡居住 亦都人口不是十分之密集 如果不是那個造成的傷害 就真的非常之大了 你看看日本那些多嚴重 那據報呢 黑煙辣蘇州 有一個兒童被壓在他們自家的房屋裡 已經是獲救了 那州的阿俠奇縣庫南龍日黑鄉 就有三個人是受傷 烏十元就沒有什麼的傷亡報告 也算是一個好事 大家看看 相亡報告已經是好事 那中國地震台網就說 震央距離阿俠奇縣有四十一公里 震源深度是二十二公里 都不算是一個很淺層的地震 據報 震央二十公里範圍裡面 人口是極其稀少 不幸之中大陸 而地震造成了周邊震感 都是非常之強烈的 阿克蘇 阿圖十 俠十 伊里 庫爾納 克拉馬伊等等的地方 那些震動感覺都是非常之強烈的 而烏魯木齊也是一個震動的報告 直到昨晚凌晨四點鐘 震央附近都記錄到三級或者以上的余震 一共有十四次 最大的余震是有五點三級 和震央距離是大約十七公里 而阿之勒蘇州阿俠其縣 全縣都停電 影響的戶數有三萬戶 而烏十縣各個鄉鎮 基本上現在都已經恢復了一個供電 新疆的鐵路部門對受陣的地區 受陣影響的地區 那些緊急路線進行一些封閉了 緊急叫停了正在區域裡運行的 旅客列車這些全部都要叫停了 最少是有二十七趟的列車受到影響的 這個安全就先了 國務院抗陣救災指揮部的辦公室 還有緊急管理部 也啟動了地震三級的應急警部 派出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小組 去地震的地區 做一些指導抗陣救援工作 新疆的消防救援總隊 也派出了很多救援人員 都是抵達了現場那邊 地震鎮央是鄰近吉爾吉斯 當地就說有居民的牆壁 房來房去搖來搖去 那些傢俬都移位 很多民眾都很聰明 立即上街躲避 也有些人躲進車廂裡 除此之外巴基斯坦 哈薩克甚至連印度 都感受到一個地震 因為震那個地方 是我們中國的邊緣位置 所以周邊的國家城市 都會感受到一個震動 截至目前為止 剛剛的 11點多的時間 那個叫做 受地震地區 就是有六個人受傷 一共有六個人受傷 四十七間房屋是倒塌的 都叫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六個人受傷 六個人受傷裏面 有四個人是輕傷 有兩個人是重傷的 還有七十八間房屋受損 還有羊圈倒塌了六座 現在基本上都恢復供電供水供暖 三供都已經是沒有問題 供電供水供暖都是沒有問題 現在出動了的人員 即救災的人員 已經過千人到達了 去進行一個救災 那些車都已經出動了 差不多三百部車 在過去那邊救災 幸好受影響的人員 就不是很多 跟日本受災是完全不同 還有我們救災的反應 都是非常迅速的 都叫做一個不幸之中的大幸 七點一級 真是不是開玩笑的 那到了我們香港這邊 香港這邊 說真的天氣都不是開玩笑 是今早早 大霧山凌晨五點半左右 六島的溫度是零下二點二度 最低溫度是零下二點四度 消防員幸好 一早就已經呼籲人 不要走上山 加上其實警方也是封閉了大霧山的 大霧山道那些行車路 大霧山就沒有人是因為 追看這個結兵結箱的人士 就衝了上去 只有幾個記者在七刻之中 就在守候著 看看有沒有傻子走上去 說真的 記者是真是辛苦的 專業的記者是真是一個很 值得令人去敬重的一個職業 他跟我們的幾個部隊人員 其實都是很辛苦的 由於天氣氣溫都低到零到以下 所以在大霧山一帶 記者都發現到 那些植物原來都是掛上薄冰 薄霜的東西 而向來 就是 紅磡那邊 紅磡大環山那邊 一向都有人是風雨不改 下雨打風 都會走去游泳 這次好一點 喂大哥 這麼低溫度 今天是沒有人去游泳的 只有一個男士在海棚跑步 如果跑慣的話 都應該好一點吧 不過說真的 這麼冷的溫度 就不如去體育館裏面的跑步機 跑步算數吧 即是無謂走出來 天文台也說 今天的溫度應該是最低溫度 九龍城區 凌晨5時只有5.2度 文潔拍片的這個時間 是幾度呢 噢 沒有大埔區這裏 6度 我現在是 差不多12點鐘了 6度 6度 即是外面再加上風等等 我見到它寫體感溫度 是2度 加上風加上雨 可能只剩下1度 想起都辛苦 那這樣的天氣說真的 你真是很難叫小朋友起身上學 粉嶺 今早早只有3度 也有記者去粉嶺 都看一看 就說 哎呀 那些學生上學的時候 穿著羽翁 戴著手襪 這樣 有些學生穿不夠衣服 要問學校借外套去穿 有一些家長也說 昨晚已經覺得很寒冷 很冷又很冷 俗稱的很冷冷 今天天氣更加冷 很難叫小朋友上學 有些小朋友也說 哎呀那些天氣太冷了 不想上學 我覺得 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 一些太極端 那些天氣之中 是否要想一想 不如都 停一日半日課呢 就是停半日課 下午才花學呢 因為說真的 我墮入一些小朋友的 還有這些天氣 我們大自然 那個叫做 叫做 循環 其實冷的時間 應該真的 保暖 去休息 讓自己人養精蓄餘 你這麼小的小朋友 他們的身體 抵抗力 是真的弱的 不如幼稚園 小學 看看會不會 在極端的 這麼冷 極端的天氣裏 停半日課 我不是叫停一日 停半日 那會不會 對於他們的身體來說 是會好些 容易適應些 也會讓他們 在一個 比較冷 比較冷的天氣 是可以 得到一個更加好的保護呢 朝7時半的時候 上水和打鼓嶺的氣溫 只有4度 粉嶺的百福中心球場 運動場 電子的溫度顯示 只有3度 即是看溫度 隨時是0度 寒冷天氣也是生效 北區一間小學 有很多學生 都是趕著回去 有老師說 原定學生 要先在老天的地方 舉行集會 才上課室 現在那一位 直接叫學生 回到課室 國道 這個安排也好 不要讓他們 在老天的地方 吹冷 這也是一個學校的好事 帶著子女上學的黃太太也說 昨晚已經覺得冷了 今天叫小朋友起床 真的很難 被小朋友帶了熱水壺回去喝 喝點熱水 小朋友受訪的時候都說不想起床 我覺得不是停全日課 是停半日課 我覺得是OK的 我們宏觀地看我們周邊不同地區 不同國家的上學時間 沒有人是7點半的 最早都好像是9點 9點多鐘 沒有人是這麼早的 其實我以前都說過 小朋友是很需要睡覺 很需要休息 那你拔苗助長 你令到他休息不夠 睡不夠 有些研究就說可能是 會令到他會有些不同的 叫做疾病啊 心理疾病啊 等等抵抗力啊 或者學習啊等等 各方面的成長都不好的 那所以我們 是不是要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上學的時間 7點多8點這麼早呢 是不是想一想 上學的時間可以押後一點點 我沒有記錯 新加坡好像是回9點多鐘 有其他不同的地區 上學的時間都 改了很久了 沒有這麼早去上學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是 想一想吧 未來的日子是怎樣 要怎樣改變 也要想一想吧 那有些家長送子女上學的時候 也都說了 要提小朋友 要喝熱水保暖 穿一兩衣衣 戴上頸巾 那樣的東西 那都叫做好些的 有些是乘校車上學的同學 就說 嘩 戴上那些手套 手襪啊 外套帽啊 那樣都是 叫做好凍啊 要動到震 要動動啊 有些同學就說 穿了六層的衣服啊 羽絨啊 外套啊 來保暖 比平時 穿多了三層的 叫做三 那樣 喂大哥 現在都說的是 真是冷的 那些小朋友都穿六層 那時候好像 差不多十度了 周庭說要穿七件衣服 現在去到加拿大-40度 他說 沒問題的嘛 真的 他有些甚麼心得的呢 真是好事 我也想訪問一下他 希望他回來香港這裡 就感受一下香港的寒 那真是你看他是不是真的頂得住香港的寒 那同一時間呢 有些人是穿不夠衣服 是上學的 那就是要 就是 向老師向學校借外套去穿 那幸好學校都有一些 叫外套給他穿 所以衛免有些情況 看看政府會否考慮一下 極端冷凍的情況 極端天氣的情況 就考慮 可能是休課半天 這樣等學生等老師 其實都可以是 舒服一點點 那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米傑 你怎樣看這件事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